亲爱的宝贝们,今天安德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汤姆走丢了 今天妈妈带我到百货商店买东西 她想给我买一条新裤子 就像我朋友Gabby的裤子 裤子两边都有兜 大街上有好多人 他们总是一路小跑来去匆匆 在商店门口,妈妈告诉我 千万不要乱跑,让我一直跟在她的身边 走进商店,人真多啊 悠扬的乐曲声不时传来 售货员阿姨正在介绍商品 妈妈对我说,她的钱不多,不能花费太大 当妈妈给自己挑选衣服的时候 我就看着自己的周围 哎呀,我看到我要买的裤子 快来妈妈,我给你看我要的裤子 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转过身,想问妈妈是不是也觉得我挑的裤子很漂亮 咦,怎么是位阿姨 我认错人了,她不是我的妈妈 我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 我撒开腿拼命地跑 得赶快找到妈妈 我看到妈妈的红大衣了 啊,我追上妈妈了 我刚才真害怕 但是,她也不是妈妈 还是一位阿姨 穿着和妈妈一样的红大衣 那妈妈去哪了呢 我在商店的过道里跑 可是,他们都穿着一样的红大衣 妈妈,我要妈妈 我哪儿也找不到妈妈 有那么多我不认识的人 还有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孩子 而我,却是独自一个人 我害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我会变成什么样 我走丢了,我找不到家了 一位长着奇怪脑袋的老先生弯下腰 问我为什么哭 我害怕极了,很快地跑开了 我记得,爸爸对我说过 如果你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 而要去找收银台的阿姨 我想和收银台的阿姨说话 可她看不见我 一位阿姨微笑地在我身边蹲下来 她看上去很有善 我就对她说 我丢了妈妈 然后,我又哭了起来 我身边围着一大堆人 他们都看着我 都在为我着急 一位穿制服的叔叔走过来 粗声粗气地问我叫什么名字 接着,他对我说 我们一起找妈妈 叔叔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 对着话筒说 我走丢了 整个商店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名字 我感觉怪怪的 一位阿姨让我一边等妈妈 一边给图画填色 我很害羞 也很着急 突然,门开了 是妈妈 我看到她也哭了 她和我一样害怕 妈妈,亲爱的妈妈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刚才太害怕了 现在我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 为了安慰我 妈妈给我买了礼物 和两边有兜的裤子 和妈妈在一起 我太高兴了 我再也不愿意丢了妈妈